Hello 又是我畢基道 今天跟大家講講 有很多人已經開始 喂 議員 其實香港真的有些問題 雖然自己也是香港人 其中一件事就是 什麼都一窩蜂做 但是永遠都會見不到有任何結果 好像隧道那樣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大老山已經肖肖然加了價 平均加幅7.8% 私家車加3元 收55元 其他那些大家都未必有興趣知道 不用知道 為什麼加了 如果你在元朗住要走西瑞 過了這個大南 跟著飛出去走西瑞 跟著飛出去走西瑞 過了這個大南 喂 百多元 一來一回 你想想你這個叫多大 那你叫人搬去元朗 搬去天水圍 洪水橋 第四 喂 找來搞的 不要緊 不要緊 我們快收西瑞 下年8月 今年現在立刻又有很多聲器 喂 要怎樣可加可減 繁忙時間加 什麼什麼 喂 多到媽媽都不認得 跟著又會找個研究公司 做完研究 給人家錢 答案都是沒有用的 不基道 說絕世好竅給大家 顛覆大家的概念 你知不知道實際上 香港政府想怎樣 三條隧道 不要說其他 其實條條隧道都差不多收回了 大老山也是政府 為什麼大老山要收20 獅子山收8元 無端端又說要建一條管道 建十年的管道 什麼工程啊 根本不可能 看著 我告訴你 如果我做高官 這個問題完全解決 很簡單的 為什麼 根本 香港政府就不想你們用私家車 是希望你們用集體運輸工具 這樣是可以逼到你們 除非你是超級有錢人 你就開車 超級有錢人 好像葉劉這些 喂 他每天都是住半山 滾下來 中環上班 沒事的 但是如果北部都會說要去 他退休了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建好 對不對 沒問題的 看著 解決方法只有一個 每條隧道都瘋狂地加價 豐狂 喂 現在20元 20元 過海那些 加到50 加到100 都可以的 逼你們的人不開車 一定要用 這個集體運輸 可以的 立刻沒有人開 這樣都可以 北基道 那你不是騙殺人家 不是 他是要逼你們 就是說 喂 你要開嗎 可以 你要用紅帥沒有問題的 我都依然給你20元過海 沒有問題的 你6點半之前要過海 是啊 晚上 你晚一點才過回來 可以給你原價的 如果不是全部都加價 瘋狂地加 加到100元 那你是不是 喂 現在生活百物很貴 那不開車 不開車 那怎麼辦 坐運輸 然後 到了某一個時間 很便宜 擁有便宜的水質 等於現在的原價 拉回 那些人就會說 喂 OK 還有 星期六 星期六 星期日 是免費 那便宜回給你 因為你要令到他 是不堵車 還有 貨車可不可以過 可以 因為他 是要做運輸 是 創造了物流 一定要的 那就給他過 是用回現在商約的價錢 那你說 喂 我用一輛貨車在我女朋友 可以嗎 可以 但是你都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可以減低了一個很大的距離 那 貨車 會不會 給你免費 當然不行 你平時 星期六 星期日 過海 都要付錢 除了私家車 這個是顛覆所有人的思維 但是沒有人去想 跟著就是 喂 你很簡單 那時候電子道路收費 講了幾十年 跟著一句定出來 私隱 全外國 所有很多地方都敢做 就算中國 北京都可以單 車牌單 單箱 你只可以用這一天過 這一天過 是啊 這樣都可以 你要立例 你現在的目標是做什麼 你的目標是要令到所有的交通工具 可以非常暢順 是啊 那些這樣的 上學那時候 那是不是沒有那麼塞車 應該是的 那你知有價值的 但是你現在搞來搞去 那些五元十元 跟著二十元 不知道有什麼 最後的結果是沒有辦法做得到的 因為沒有人用不同的思維去想 想一下 當然是一個操略 沒有什麼機會不成功的 好 下次再見